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赛季我们经常看到他这样做 而这个赛季呢 现在有了离可之后 他可以更多的能够参与到进攻当中 而这下呢 右边江涛也是执行了主教练施米特的一个要求 而朴成这场比赛也没有进入到比赛名单中 哎呦 这一下动作非常大 动作比较大 马日齐就站在身边 所以也直接掏出了黄牌 动作很大 这个球确实没有办法够到球 他已经整个人腾空了 其实一定要避免这种动作 动作非常大 想打中路 这一次中和国安的进攻非常有耐心 在找江涛这一次 是不是出现了手球的犯规 点球 点球已经给了 应该出现了正龙在防守端本方罚球区内的手球犯规 面对张冲 开始助跑 右脚打门 骗过门将 将球打进 扩大了比分 在将近20分钟的时间内 中和国安在主场已经2比0领先了 就地反响 重新夺回了主队的球卷 小后一波 到了这边 奥古斯托的射门 但是高了一点 一脚弹射 张细哲这个做球也是非常的漂亮 在大连一方的中路 我们说这个防线确实 争取能够是比赛的出现在 让国安踢起来不舒服的一个节奏中 比安拉再给这边王子明 把球躺下来 面对门将右脚打门 这球被张冲挡了出来 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扑球 这球比安拉挑过来了 再给到这边 奥古斯多空间创造出来 罚球区内 在地面就直接在打门 被挡了出去 比安拉的射门 贴着地面 飞向球门 这确实是呢 来自两个足球底蕴 很深厚的城市的球队 外团的远射打出了弧线 朱挺在朱挺头上 给队友 完成了架炮 完成了头球的后蹭 在这边右脚打 冲上来赵旭 但是现在也得注意 国安这边 足球比赛是限制 与反限制的一种对抗 国安队友 迅速要打一波 反反地倒三角 比安拉 掌出再打邦子铭 哎呦这球 门线挡出来啊 比分依然没有改变 但是刚才 无论是国安的进攻 还是一方的防守 都拼尽了全力 比赛很开放 这个连线的过程中呢 没有提高效率 看看这边 又是尔古斯多直赛 找到这边的比安拉 帽子提法 成功带帽 这个赛季在中商联赛 应该是第二个 帽子提法出现了 而完成它的是 中贺国安的外援 比赛拉 这个球比赛拉的跑位 就像一个这种 前锋一样的跑位 插到对方的结合步 而且这个时候 王子明也做出了 一个聪明的移动 帮他让开了这个空间 应该说比赛拉 今天取得帽子提法 我觉得其实跟 周中的轮换 也不无关系啊 还是由正龙来出发 左脚带要弧线 到门前乱战中 球打进了 这样的话呢 果然在这个赛季 在每场比赛中 除了一场没有进球的 大立方 今天这场比赛 又取得进球了 镜头对准的是沐谢奎 我看着像个乌龙球啊 但是这是国安 今天在联赛里边的 第二个丢球 第二个丢球 对准备好 在这场比赛 然后我们应该在这场比赛 indi